大家好 很久没有给大家更新我的玫瑰角了 这一次出去玩了一个星期 回来看一看玫瑰长得还挺不错的 也就是说一个星期没浇水 靠自然条件 它因为是地灾嘛 所以也长得挺好的 我这个地方其实有一只花梨鼠 所以的话我的玫瑰 第二波开花没怎么开好 因为花苞基本上都被花梨鼠给啃掉了 其实像这一株的话 第二波花其实有很多花苞的 但是很多都没有开出来 第三波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花了 因为现在已经基本上要进入秋季了 这个玫瑰其实是处于一个 又一个生长旺季 长根长叶 其实这时候要给它很好的维护 比如说多浇水多施肥 让它储存足够的能量 以便于过冬 这个时候也是玫瑰开第三波花的时候 当然这株现在是没有什么花苞了 这株的话就开的还可以 就是零零星星的有一些花在开着 还有些花苞 当然它因为是第三波花了 就是肯定是没有第二波花开的那么好 包括这些 这是一颗DA玫瑰 因为这些玫瑰 其实我都是今年刚种下去的 所以蜘蛛也都比较小 今年的话主要以存活为主 可能到明年的话如果能活下来 可能开花状况会好一点 包括这一株 这一株都是比较小的 这株也是DA玫瑰 第三波花只开了这一朵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花苞 我看一下这里有标签好像 应该是Queens of Sweden 这个花的特点就是它质力性比较强 所以基本上不会倒幅 花也不会搭了 所以比较好 这一株的话是 一种类似于Double Delight的品种 具体的品种 我现在说不上来 不是说说不上来是 我想说的精确一点 为了不误导大家 所以我到时候会把那个字 它的那个 花的那个字 那个品名的打在那个 屏幕上面 然后大家都可以知道 这一株其实也是今年刚住的 你看它现在开的还挺好的 这里还有一个双胞胎 两株划开一起的 这一株我觉得是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当然它稍稍过了一点吧 就是说 但是它也保留了那种Double Delight的一些 就是跟Double Delight有点类似 也就花的边缘是红色的 然后往里面渐进 而里面是白的 因为我这边是五区嘛 Double Delight 其实在我这边过冬 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我又喜欢这种 就是两种花色在一起的玫瑰 所以我就选了这么一个品种 来替代那个Double Delight 其他的玫瑰基本上处于积极生长阶段 因为现在是它的第二波生长旺季 也没什么花苞 但是都还可以 长势比较旺 包括这一株 比较小的也是刚种下去的 给大家最想看 给大家看的是这一株 这一株也是第一玫瑰 它是黄色品种 那个品名在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见 Golden Celebration 这就是最早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一株 它就是当时只发了这根枝 这根枝以后我把它那个 把它横着的 横着让它长 这样的话你看它就会 从那个每一根芽点上面 都会长很大的 那个分枝出来 其中就你看包括了这一株 这一株就是从它的那个芽点上 长出来的你看多粗 然后它自己又分化成了 三根枝条 其实的话我要是把这三只 也这样压条的话 会更好 但我想它今年已经长得挺茅盛的 我就这样吧 就说你看 这个横向的压条 是起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让整个这一株枝繁叶茂 当然现在也有花苞了 看这是一朵花吧 这里还有一个花吧 这是第三拨花 就不指望它开的很好了 但是整个蜘蛛还是很茂盛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说 玫瑰的热畅管理还是挺重要的 平时水肥要到位 我基本上一周至少浇一次水 湿一次肥 如果能一周浇两次水 湿多次肥 我估计应该是更好的 在寒冷季节种玫瑰 挑战还是挺大的 最主要是过冬 要让它的根长得更健壮一些 然后方便它安全过冬 这是第一年种玫瑰最主要的 然后第二年基本上它蜘蛛长望了 肯定开花不会差的 最后再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一颗 Double Delight的替代品 就买的小苗刚种下去 春天把刚种下去 这个已经开了 现在已经开了 1234566朵花 还有一个花固的在那 一共应该有七朵花吧 还是挺不错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